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这个星期 大家一定是看着所谓的Q1元 但是同一时间又会觉得 第一季结束了又如何 我们也很糟糕了 怎样可以走出这个疫症阴霾 但我又觉得 财爷的上个月底的预算案 都给了一些启示我们 去年也打算很糟糕了 但结果又是 真的很多盈余 180多亿 你想想 本来想着 建雄千亿的问题 变成 为什么会上去参赚呢 所以 香港也是福地 香港不是福地 只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搞残了 所以我们就 第一季埋美 去看整个 时局的发展 再加上 三月 都是一个 看着世界变 真的 你想想 财政预算案 不久之后 已经由俄军进入乌克兰 然后大家 对于整个东奥 都未来得及有反应 接着又残傲 接着又看回 内地和香港 如何做支援 很多很多这些问题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 卖数的时机 每人都说一样 究竟 这一季 我们应该 最需要学会的 是什么 Gary 先说 刚才你说了 才爷本身 预计我们 会输钱 你也是说钱 Gary老板 对的 对的 看着市场 对的 最后我们有 一百八十几亿的盈元 当中 我们就着疫情 我们有五百几亿 其实是在疫情上面使用 但这五百几亿 我们有一个动作 填补了 就是我们中环的地 就卖了 正正就是五百几亿 我自己就会在想 我们虽然 我们卖了地 我们填补了一些库房所需 但是 我们也看得到 其实我们在商业楼宇 那个价值 一直推上去 每个赤价 推上去 而我们的商业用地 我先不要说 我们也说了很多次 关于住宅用地 商业用地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缺的 而我们如何去解决 这些问题 往后整个香港的布局 不同的小商户 不同的发展中心 可能有人说 北部都区 未留可以成为 另外一个中心 那么远的远景 但我们近伙又如何呢 未来疫情 往后的经济复苏 其实你也要带动 很多新的中小企业 的地方 之而种种 反而是 我开始在这个 季尾 我就会在那里想 啊 举个例子 如果我要搬到办公室 我究竟我会搬到哪里呢 是 我觉得很多老板 因为疫情下 有些人已经是 同事缩减了 或者习惯了 家室 大家都会思考下 下一步的 业务发展是如何 是 我想其中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 香港零售业 是很大的打击的 但是正因为是这样 所以大家也都是 就是 咬住 就是牙关 搞电商 那这个我们 由一月开节目的时候 当时 叫做第五波 刚刚开始 都没想到会那么大事 其实香港人 在之前那四波 已经吸取了这个经验 但是你说 这样是否影响到 商业流域呢 又不是的 因为可能在外国 就有一套说法 在香港未必应用到 就是 越来越多人 在家工作 越来越多零售 是搬了上网 其实外国很久了 因为尤其是 他们一向是有 这个邮递买东西的模式 跟香港不同 那内地也是 大家习惯了 直接送到去门口 但是你看到 香港现在 因为有那么多东西 搬了上去做 就是虚拟世界做买卖 反而我们的实体空间 多了东西可以想 如果曾几何时 大家还记得 我去过日本旅行 和韩国旅行 的话 你会看到 他有很多铺子 其实他未必很赚钱的 但是他的铺主 无论他可能是做咖啡的 或者他是卖 纪念品的 这个是问问卡卡 可能最清楚 就是他会摆到一些东西 挺精致的 他有布局的 你进到铺子 你怎么走呢 其实他有想过 你看到北海道的铺 大阪的铺 和东京的铺 其实他摆东西是不同的 而那个摆东西的方式 坦白说 亦都有一个空间经济学在里面 即是铺租越贵 赤价越贵 你要想如何回本 你便塞一些东西 每一尺要买的东西 又要贵一点 又要多一点 所以你看到香港的药房 就算连锁那些 明明有经济的 明明有规模经济 就像习家摊 即是你什么乘 和什么市 和什么零 其实全部都是 同一样东西 都是 这么密的 什么都可以卖的 接着文具铺 和药房又差不多一样 为什么 太贵了 我没办法不赚回租 是不是 你说日本、韩国 她不是想赚钱先走 分分钟是一个小女生的梦想 她是希望进入店铺 看到什么 自己的东西 看见一只猫 会很开心 但她有空间游走 就是因为租金容许 她有空间游走 人工 生活水平 而这个空间游走 就是令到整个经济活动 可以活跃起来 就是 你不用计算每一尺 我常常说 香港是每一毫米的租金 以前是赚尽每一元 因为业主也扯尽你每一毫米 所以你唯有这么计算 但如果你可以放空一点 现在 由于我们疫情 很多东西搬了上网 那是不是可以 令到我们香港人 特别是年轻一代 多一点尝试呢 因为以前是不敢 叫他们去铺 你的手作是地摊的 真可憐 你问他 你地摊和铺 你想去哪里 那他负担 当然是想去铺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香港创业精神 有时候禁止了 过去这十年 就真的被租金拖累了 所以这个也没办法 要问一下 Gory老板 没有的 或者数后可能就是由这个方法 想这个空间政治学和空间政治学 空间政治学 空间政治学 新疮 是的 事实就是我们看到 一级架鞋洗字楼 其实你都会继续居高不下 因为整个大湾区 很多人都会选择 如果进入大湾区 他会来香港作为首店 接着他再复射进去 而可能整个总部都会放在这里 给得起钱的企业大有的人在 但是小商户 刚才说的怎么善用线上 以前在电商发展早期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店铺 门外边都密密麻麻 很多不同的货品 但里面只有一个人 你又不想看到他有客 其实那些人就去了线上做买卖 通常就会开在油谷隔离 出帝公司隔离 我觉得所有创业的朋友 不要给你 你一定要觉得 创业就要在一些很漂亮的捨得市楼 或者工作室 有时候你做什么行业 其实是很影响的 我们在每一年的 在这些季度税尾 我们就要想一下明年的安排 如何去处理好的 等等的状态 其实趁着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就创新一点 结构多一点 尤其是我们香港人以往 因为租金太贵了 没有想过你走进店铺之前 那个状态 因为你在外国 和你在香港最大的分别 就是我走进店铺之前 我经过那条街 或者我转进那条小行 其实也有个感觉 有个感觉 它引你进去某种的精神状态 然后它再在店铺里面 令你有那个购买的意欲 或者令到你某种的感受 以前哪有这些讨论 现在是否有个机会 令到我们的城市 有一个新的面貌 尤其是我觉得 对于女士来说 这个是他们大发挥所长的地方 当然我不是性别歧视 有些男性也好 但是我的接触怨 就是女性在这方面的 敏感度是很高的 其实 例如去到一条街 你闻到周围都充满香气 是的 虽然你就很有魂 去买多些香氛 放在家里 有些杀粉噴霧 是否刑造这些地方 或者是 譬如说 那里附近是一条暗行 你如果也是会弄光它 是否一定要用某种颜色 例如白色的光管灯 还是你可以用其他的灯 我觉得现在的城市 那个布局 是要重新想过的 就是当我们香港人去 因为抗疫喘气 很气馁的时候 当你经常都没有出街的时候 你要做的不是埋怨 你要想 我有得再出街的时候 我怎样令这条街更加美 我怎样令我的街道 是更加有属于我的感觉 那我觉得 香港人是否真的 不可以想这一件事呢 其实不是的 就是事在人为 你反正都可以 那你就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 我觉得作为一个 买数的一站 三月底 其实真的由这个角度去想 当然 这个节目 我经常都说 我们希望六角形 政治 经济 社会民生 科技 幻报 法律上 或者法治上 我们一起去看 等着回来 我想我们也就着六角形 刚才Gary就说了经济和科技 今天还有四个角 我们等会再在这个角度出发 我觉得有两件事很重要 其中的一件事就是 如何在环保和政治上加更多的关联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如何在民间 用我们已有的资讯去改变社会 在民间如何改变街 其实你的商业行为就可以了 你看到租金有调整 那你有机会去试 那就可以想一些新的东西 那我们等着回来 继续这个角度 去跟大家声东激西 帮第一季 卖下数 三月底卖下数 好几个日子 那就 声东激西都非常感谢大家 过去这三个月 给了很多意见 我们 亦都是香港人 历史上最难熬的三个月 真的 那当然 那些老人家当然说 我那时候都很难熬的 是 多谢你们的努力 令到我们现在 可能没有那么辛苦 而这个都是这个节目 希望做到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只是 吹捧一种价值 希望不同的价值观 可以互相协调 尤其是在世界大乱的时候 最重要的问题 我真心觉得 中美 麻烦你谈谈它 你们两个 还在吵架 或者这个聊那个 其实都不是理想的 那当然 在中美之下 还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那 下一季 我们也会不停地说 因为我觉得 譬如说 大将与龙之争 印度和中国的关系 都是挺微妙的 尤其是在乌克兰的矛盾里面 印度的角色 我觉得接下来 是越来越重要 因为德国没办法了 德国和法国 有点被人夹了过去 普京和拜登 你怎么选择 那他被迫着 也是要选择 选择拜登 那所谓的选择 两条产业链 越来越分开 两个经济体系 越来越明显 我觉得 都不用我们这个节目说的了 好多些经济分析的节目都说了 那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想刚才就 说了 如何贴地一点 就是香港作为一个 外向型的经济城市 那如果现在租金有调整 是否可以给多些希望 给多些机会 我们的年轻人去创业呢 那接着有卡卡就说 是 但是那些环保东西 大家不要报复式消费 就不停地扔东西 你都说了很多次了 你做了三个月的训练 你已经觉得很够了 是 当肥肥的清晰的 是 而且 譬如你不用出这么多妆 原来你不用化这么多妆 自然你的皮肤质素会好 又可以买少些护肤品 这个我真的经常都说 一个很大的矛盾 我都问了女士 不是 就是太对了 是的 但是我的矛盾位置是这样的 但我的矛盾位置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传媒 可以引伸去传媒的 亦都跟环保有关的 你为什么要化妆呢 你就是想漂亮一点 是的 但是你刚刚就说 你化这么多妆 令到皮肤变了 你不化这么多妆 你的皮肤好了 于是乎漂亮了 所以你没有化那么多妆 漂亮了 这种可能才是真正的美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深度的 你刚刚说的一样 就是传媒一样 你追求那么多文水 追求那么多即食 追求那么多化妆 你觉得你的节目好看吗 很多人追求吗 其实那些都是虚坏的 但是有包装的嘛 所以要留下一个价值 我们要皮肤好一点 我们要一个皮肤好一点 实在有内涵的节目 所以不靠化妆的 不用化妆都漂亮了 是的 看开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不做功课都不敢坐在那里一起谈 是不是 这个买素 其实你是不是 就是在润我们 黄炎和Gary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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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重点 是的 再往后走 那个解困角度可以怎么样 比如就算我们刚才分开Gary 那个引致 如何落地香港做到可以 我反而就看到一个位置 就是因为大家多了常在家 就开始就会想想 多一点空间移动 很多朋友就真的认真想想 确切的断捨离 就是我现在就在家里收拾一下 就是将一些梳理下不需要的东西 拿出来 但是拿出来呢 不一定要拿去扔的 是 可不可以再制造一些有可能性的东西 当然第一个转送给有需要的人 第二个就是说 他加一些创意下去 令到他变化了一种新的东西 例如呢 我以前做了一些旧的习习 那我现在就把它做了 拿出来做一些小手工给我的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太小 原来那些习惹zkil 那么那些习惹记者 说的做是有没有意义到的 那我们也会想起这些东西 所以环保有时 第一次有一批 把拜di帖抄 圈毈 Jorge 团结微力量 大家更多做 有很少的习乱乱 就真的 pueda修真 你家里还有一些习惹 中国将会如何再 廿一世纪托起 不用再看了 那些書真的可以挖起座 那些書不用的 那些什麼千禧年代經濟預測 錯的錯了 其實那些不用留的 你也不用跟他翻球場 反而卡塔說完那件事 除了在生活的層面可以做 我們回到六角形 其實我覺得多一點 現在政府做的就是有些不近人情 他們正在做很多抗疫事情 但可能往後真的要做一些功夫 我很記得2003年沙士之後 其實有一段相當長時間 政府是做了很多公共衛生的功夫 令到我們的使用真的有比較大的改變 其實我也挺記得 2001、2002的時候 你偶爾在香港不少的地區 都會聽到這個聲音 才到一個歉 這樣吧 這樣吧 沙士後真的沒有了 然後那個隨地扔垃圾的罰款 是大家很有共識 是要提升的 所以大家有時候 所謂法律滯後於社會發展 還有那個經濟發展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 衰些說一句 不見棺材 又真的不流眼淚 那你要他們不想見棺材 你就唯有要立法 有些東西是要規管 是 真的要規管 因為你看到死得很多 我覺得接下來也是 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們討論的有些環保議題 除了那個固體香脈徵費 有沒有辦法加快 我覺得有時候 不用等法律生效才做 你先做定 等自己習慣了 綠色採購 尤其是綠色的科技採購 是否大家現在會 容易接受呢 因為很多已經是科技轉型了 有一個狀態就是 我經常都說環保有價 當你用綠色採購 或多或少 可能它比起 非認證的綠色產品 它的成本會比較高 同樣地 既然我們這麼有辦法 我們就算疫情下 我們的財政盈餘 都可以保持得到 我經常都覺得 我們可否多一點的誘因 多一點的誘因 令到大家有個雜性 我可以買 就算印紙 很多現在的長刊 都還會印紙 其實紙都有分不同的級數 它的環保值是貴一點 但原來你用了 你又可以免稅的 其實資而蟲蟲的架構 我們做多一點點事 就大家都可以去幫助 可以政策措施 用什麼去落地 其實這些全部都可以配合 是 是 是不是小不免都要走佛側 例如你說 簡單如戴口罩 以前 最初疫情不太嚴重的時候 你見到很多人 都是隨著口罩到處走 當你罰過五千元 現在每個人都會乖 五千元就是一萬元 現在一萬元 就是要乖 對 就是小不免是要嚇嚇他們 有些恐嚇性的事情 才肯做 我覺得這是政治 六角形的政治生態 就是香港始終都是可以 不管就不管 因為很多時候 你立了一條法例 要去取消它是很難的 就算你說可以加日落條款 我們之前有一集都說過 其實都不是一種 香港政府做事的慣例 跟內地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內地 我經常都說 建制派經常說內地怎樣怎樣 內地的老闆 如果你做過內地客 你就知道 說改就改 說不要就不要 隨時斥起根 說要回又要要 官也是 官更加是怎樣 他不介意內地改 對吧 你做過內地客的人 全部都知道 飲食那些都是 明明叫了一件事 不要吃不吃 你做了 就放在這裡 就是這樣 現在他們都開始變 但是那種 我拿著手就要 我把手指會消失 把手指要出來 其實還是內地文化 特區政府不行 因為他真的要跟市民講解 大家又接受不到 那些東西 拿著手就要取消 什麼時候有 什麼時候有 大家經常拿著手就要要 如果我們用剛才的口罩 例子 始終客觀環境必須所需 容易得到共識 環境環保 都是很容易得到共識 但是 罰則很容易就會有抗拒的反彈 所以 但是現在我覺得好的 卡卡說得對 觀察了這麼多個月 要罰的東西就應該要罰了 就是大家可能 當時你說 喂 扔垃圾這麼貴? 有沒有搞錯? 譬如我 最後舉一個例子 今天的六角形 大家會看到六個都去到頂點 因為我們真的希望用一個全方位去分析 其中一件事 真的跟社會文件有關 又跟戴口罩有關 又跟環保有關 還要跟路邊空氣污染有關 就是我真的很討厭火車頭 我覺得有些人在街邊打火鍋 打火鍋即是吃煙 在街邊吃 現在都不敢吃 因為怕脫下口罩 有些人這麼近 但是還有火車走近 不是港鐵那些 是脫下口罩 一路吃煙 一路走一路噴 還有 還有 我覺得這件事很恐怖 其實你都禁止了這麼多 譬如電子煙加熱煙 其實是否禁止火車頭 老實說 你隨街吐痰 你都覺得很噁心的時候 隨街噴煙 一路走一路噴煙 其實你有地方自己吃的時候 那些是否都挺基本的功德心 我覺得有關當局 如果真的要想法則 就是隨著疫情 真的要想想這個方向 開源情報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現在常常都會用的 你的電子設備 很多時候會收集你的數據 你的不同的雜星 亦都會公開在不同的平台上 但是不涉及私隱 亦都有一些公共的服務 例如我們人造衛星 拍攝了一些公共空間 天氣的數據等等 我們只要結集分析 其實可以接觸到我們 做很多不同政策上的安排 政策上的分析 甚至乎是政策上的制定 所以大家如果未來 公開你的數據 或者線用不同平台的設備的時候 你要留意兩個點 第一 究竟你的個人私隱 是否得到足夠保障 第二 他們有沒有把這些情報 放了出去 究竟有什麼單位用 大家就要多加留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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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